在鐵板上的鴨胸鮮接扣烤 把肉麵封住 罷餐主廚親自料理 他說以這塊鴨胸來說 金黃的氣氛熟是最佳的美味比例 但鴨胸切片15秒後 一塊頂級用在罷餐的鴨胸肉 切片之後幾乎每塊鴨肉片 都局部轉成綠色 而且還帶有金屬光澤 有淡淡的金屬色 所以有多少鴨子 會有這樣的幾乎大概幾成 大概七成左右 鴨胸肉會帶有金屬綠的顏色 其實很常見 而且不只會出現在鴨肉 像是切片了乳牛肉 看得更明顯 這種金屬色 有些會呈現金黃維綠 有些還會接近七彩的光澤感 而且不管是水裡游的 還是路上走的鴨鵝牛魚 煮熟的肉 都有可能出現這種顏色 它其實變成綠色是有光澤的 它這個光澤是金屬光 是會反射的 那你如果變質的話 它那個顏色會很綠 很深綠這樣子 一般來說鴨胸鮮冷藏在料理 好端端的 為什麼肉片會呈現金屬綠 食品營養專家說 因為肉質裡還有高蛋白質 高礦物質 再加上光線折射才會如此 但這類的鴨肉吃多了 會影響健康嗎 只要有看到金屬綠 我們都不太建議吃 那如果真的吃太多的話 重金屬超標 那當然就是跟身體的 那個概領的平衡有關 原來鴨肉有金屬綠是自然性下 再加上聞一聞 只要沒有異味 就別自己嚇自己 據韓志欣 徐一玲 台中報導